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根毛两根毛三根毛 大家好 我是毛月如 订阅三毛 让你天地结完的更好 少侠们 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见了 怕你们忘记我的模样跟声音 贴心的主播特别让你们回忆一下 距离上次推出抽卡建议刚好快时隔一年了 是时候来水一下影片 啊不是 是提供大家最实用的抽卡建议 一样还是打个预防针 角色强度会随着环境变化 除了天地结不更新了 不然人人都有机会翻身的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讲天地结未来卡池规划 你是不是因为十字金十字印不够抽困扰者 你是不是因为角色还没练完又要抽心绝烦恼者 让毛月如带给你们抽卡建议跟卡池规划吧 老样子 给你们看看台服未来式的卡池 这边我就每一个卡池简单带过就好 台服四月底预计推出法海跟青的卡池 他们是青蛇篇的国风联动卡池 所以一般池子不会抽到他们两个 至于白素珍是老猫大富翁的奖励 可以免费获取跟克金升星 获取方式跟书生一样 这边就不赘述了 台服五月推出西利亚跟星战贤者 这一池俗称双光池也是双强池 星战贤者是玄机长大后的样子 西利亚是古伦德的后代子孙 拿着圣枪的女孩子 这池直接说结论 抽爆 两只都是T0角色 两只都非常人权非常强势 台服六月推出公孙七月跟富雅鱼 都是天地劫外传 一剑路原创角色 公孙七月是喜欢钱的小萝莉 富雅鱼是一代官主 听起来很厉害 这池只有一种人需要注意要抽 就是轩辕见没抽到小雪的人 台服七月推出少侠应奉人 英千阳跟龙夜 刚好也是游戏二周年版本 龙夜是单独的UP池 跟霍庸一样 少侠应奉人 英千阳双南池本来不看好 但是暗鼠冰离跟英千阳PVP表现不错 不怕光鼠的龙夜也不错 台服八月推出昭哥跟陆奎 还有免费送的全新属性游戏优黄 老实说这池虽然很香很漂亮 但是评价真的糟糕 免费的优黄还比较好一点 后面再慢慢解释吧 评价的话我先用一个综合版 等等会分PVP跟PVE 综合版本 T0跟T0.5是我认为版本强势的角色 但有些角色拿去打PVE真的蛮激乐的 就会有个区间比方说即将遇到的法海跟青支持 打PVP超强 但是打PVE属于可有可没有 有其他代替的角色 PVP我给他们T0.5 但是PVE大概就T2后 P1就是还蛮全面跟机制独特不错的角色 那我们先说说PVE的玩家 换张投影片 青是暗鼠侠客 法海是光鼠铁位 白素贞是雷鼠咒师 法海是猛士 但不打伤害的 是干扰型的纯肉路障 白素贞是强调可以跳进跳出来的爆发型侠客 纯PVE玩家不建议抽取这两只为了PVP打造的角色 光坦推荐练下面的小谷 按侠客推荐练3C后的刃断离 白素贞是免费获取的雷法 还缺法系雷鼠的可练 不缺就放置PLY 毕竟雷法人才有点多 再来是双光池双强池 这池重点人权请大家注意 星战贤者玄机阿姨变老了也变强了 自带光鼠结界 而且这结界是不会断档的 比起大公主跟霍庸的墙上十倍 也有提高射程等等 反正天赋通常像写作文的角色都很强 西利亚小谷圣枪的继承人 首位正常复活没副作用的坦克 终于把梦战的物防转物攻这种防转攻击至直入 怕爆 只要叠满圣枪之力 就可以过坛打人 自带在东钻二格 是一只物防高 物攻高反击痛 打人也痛得超强复活坛 反正这池就抽爆就对了 既离幽曹庆跟云一公主临去后 又一池双强池 而且非常有2.0版本角色强度的感觉 公孙七月这只火攻简单说没特色 又是羽氏这个职业 打PVE的话 练寒千秀来陶克比较实在一点 傅雅于是没有抽到小雪的玩家救星 跟小雪一样是冰鼠助游 也有自带战争男女阵 只要一男一女就可以开战争 而且补血跟驱散也都超强 完全没缺点可以挑踢 会挑踢是因为我们拥有小雪 反正傅雅于推荐没小雪的抽 有小雪自行评估排毒抽种子 7月周年庆双男池 其实我很想建议PVE玩家跳过 因为我很不喜欢硬凤人的人设 但是专业主播还是说一下 硬凤人玩起来很像暗鼠侠科兵梨 可以二动做到很多操作 没意外之后推出3C 评价还会再上升 缺点就不会复活吧 反正想养第二只兵梨的可以考虑一下少侠硬凤人 至于阴千阳这个雷鼠侠科设计蛮有趣的 闪避跟麻痹 神兵射程提高 有战阵 在PVP很亮眼 PVE就还是给阿良吧 这时PVE建议有天地结缘作情怀再抽 包含单UP龙叶 龙叶暗鼠咒失免一光鼠克制 有换血能力跟被打增伤 机制不错 只是单UP有点太毒了 不建议投资太多 没有到很人权的角色 毕竟8月有免费送的幽西幽黄 最后仁鱼跟狐狸这池不建议抽取 刚好都有更好的人选 兵弓建议练银马 仁鱼目前看起来主打干扰制造地形为主 狐狸是天地结第四只绝火咒师 都到这边还没有火结界就算了 非女增伤条件严苛外 她本身的魅惑机制对大部分BOSS没用 所以推荐缺火咒的链下猴或云香或者等火结界角色出来 游戏幽黄免费送的 目前推荐链过阵子看完评价再更新 至于PVP的玩家 其实抽卡策略跟PVE相似 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法海跟青吧 先说说青 青因为未来刚好遇到双光时 光属人权世代 强的快 下去的也快 强势不久 跟阿秋有点像 至于法海现在打脚使棍很强 但是这种角色很吃环境 哪一天出了免疫去散跟地形的技能或者饰品 这也不好说 咸鱼超古伦德 月如这种推推啦啦就是这样下去的 总而言之抽卡差不多一样 过阵子如果评价有便我再改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的抽卡建议跟卡池规划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影片留言讨论 记得订阅三毛 让你天地劫玩得更好 想要看更多或者讨论更多天地劫游戏资讯 欢迎大家加入三毛亲自管理的千人耐色群 FB粉丝团也会每天更新游戏文章影片资讯 最后别忘记YT频道数值三连按讚、订阅、分享 我是三毛,我们下支影片见,掰掰